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某今年20岁 四川人 当天晚上他跟女朋友在一起 结果一觉醒来 女朋友不见了 明镜了解完情况之后发现 其实李某的女朋友在闺蜜家里 并不是李某说的那样 但李某一再表示 女朋友去娱乐场所干坏事了 自己没有说谎 随后李某被带回了派出所 经过调查 明镜发现 其实李某之前就知道 自己报的是假警 赵警官说 一两年前 李某跟女朋友开始交往 后来女朋友到杭州一家娱乐场所做了服务员 因为李某对女朋友的工作性质比较介意 双方就发生了矛盾 据我们了解呢 原来呢 在他们南方的老家 男孩子的父亲呢 是那个经办企业的 那么女孩子的父母呢 都在这个企业里面打工 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这个男孩子跟女孩子相互熟食啊 那么后来呢 这个女孩子呢 自己跑到杭州来 自己找工作 在杭州这边工作 那么男孩子呢 非常希望女孩子跟他回老家 那么特地这次跑到杭州来接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呢 可能有点不愿意 所以两个人呢 就闹矛盾了 目前 李某因为谎报警情 被行政拘留三天 要报报好我们经验 记得报道